我習慣有時候就是按這個 有沒有 很像一個手機的一個小圖示 這個就是模擬器的設置 的位置 那 OK這個地方 它叫什麼 Virtual Device Manager 或者應該是從那個視窗裡面這邊也有 或者你從這邊也可以 這邊也有 這個也可以就是喜好設定的上面 或者這邊也可以啦 有時候習慣之後就是直接按這邊就好了 那 上面還有一個東西 這邊有個SDK Manager 我覺得你暫時不要去動它 因為有些同學會update 不過我暫時建議你先不要update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會update之後 它要必須搭配 SDK跟另外一個ADT版本要相同 如果不相同的話 你這個環境就毀掉了 毀掉就是不能walk OK所以特別注意 我不太建議 你去做update 不太建議喔 之後如果說有必要 我會再教你們啦 不然的話你暫時不要去做 因為 之前有同學都質疑 想說試試看update 一update 奇怪 環境就壞掉了 那他問我說壞掉怎麼辦 怎麼辦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 把這個目錄砍掉 重新解壓縮 OK這樣比較快 你不要說 為了解那個問題 我跟你講要解那個問題 花的時間比解壓縮還久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不小心去執行它 對不對 你就把這個目錄砍掉 然後重新解壓縮 再把它跑 會最快 不花時間 好不好 不要花浪費時間 在無謂的事情上面 之前就有同學 每天都在那邊update 然後一直錯 update又錯 update又錯 然後一直問我怎麼辦 怎麼辦 我說 可不可以不要浪費時間 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是開發 不是在解 解環境 你千萬不要 為了那種 一點點小 小不完美 然後 應該你要去解決是 更多的那個 不是那個小問題上面 最近好像那個 最近看一篇文章也是 就是說 好像台灣教育的那個 追求完美 會扼煞掉很多的賈博士 因為追求完美 教育裡面就教我們要 拿100分 其實說真的 在開發的世界裡面 沒有100分的 隨時都在改變 像我為了教這門客 大概 兩個禮拜環境就變一次 剛開始都會瘋掉 本來你也許亂的OK囉 你現在是打開 整個毀掉了 我以前上課是膽戰心心的 也許我現在背課背好 然後隔兩週上課 一打開 奇怪 怎麼不一樣了 怎麼辦 就很尷尬 所以這當然 後來體驗一個 沒關係 會改變是正常的啦 所以你們要習慣一種問 一個就是 未來的世界是 一定會改變 所以你跟著改變 就對了 沒有那種 一個技能 做到你退休都不變的 有啦那個 你爸 你爸爸 你阿公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的人不用學 他會一個東西有沒有 做木工啊 做木工做到 退休了 他就退休了 對不對 做水電的 做 就OK 但是現在沒有這種的 現在就是 甚至你學校教的 等到你畢業的時候 都不合用了 那怎麼辦 所以很多那個 大學生 很喜歡上網找我 因為他說 學校沒教App 但他畢業的時候要怎麼辦 然後呢 像美國有一個那個 前一陣子 才過 才自殺過 那個 Robin Reyes 他曾經 大聲疾呼 美國啦 他在美國都講說 未來的工作 有百分之六十八 是 目前不存在的 應該知道這個意思吧 未來的工作 就是意思就是說 大學生畢業之後 有百分之六十八 的那種 Title 直稱 是 現在 不存在的 那 怎麼辦 所以其實 這個地方的話 反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要不斷的 在 學習新東西 這已經是必然 但是 不是說你 莫名其妙的學習 而是有方法學習 所以我管它變 反正我抓到藥裡 怎麼變都OK 所以特別注意 第一個 喜好設定 然後模擬器怎麼設置 特別注意 點這邊一下 再來 新增一個 如果是2.33的話 請你在這邊打2.33 不一定叫2.33 我習慣2.3 那Device 請你選 畫面小一點的 你不要選 超大一個 整個把 螢幕都佔滿了 我建議是用 3.2吋的這個 HVGA這個 因為比較小 當你選大的它就大 選小就小 你們自己可以設置 不一定 但是我建議是 用小一點的 然後 320x480 再來你的 SDK用哪個版本 建議先用2.33的 OK 1 2 3 然後就有什麼 確定就好了 應該很簡單吧 然後再來 點它一下 START 這個時候的話 LUNCH一下 理論上 這個會 2.33的會比較快 大概就是 20秒內應該可以開得起來 那如果你用4.22的話 大概要 好幾分鐘還看不到它開起來 你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們這邊電腦實在是 不是說非常快的 等級 所以 會稍微慢一點點 那這個模擬器真的很麻煩 為什麼 你也可以用10機啦 就是你的電腦 不過你 電腦裡面要灌Driver 它一樣可以練習 都不用 模擬器 一樣可以練習 可是很麻煩 你隨時要插優位置 而且 你練習的東西 垃圾全部會存在你的手機裡面 有沒有USB插上去嘛 然後Driver 灌上去 它一樣可以 直接把 你做好的結果 放到你的手機裡面 不會有問題 可是 我不太介意這樣 除非說最後 你那個版本 你那個App 已經是做好的 已經是Final 已經是最後測試階段 你再這樣做 那 所以 這個模擬器很重要 那現在 這個 因為比較慢 是因為 它是用 ON的 有沒有 ON的模擬 所以用X86 去模擬ON很慢 那所以現在還有一種模擬器 是用那個 Intel的 X86的模擬器 不過還要看 你的 電腦是不是 Intel的那個 CPU 也有可能是AMD的 那就不OK的 第二個是 要 支援那個VT 就什麼 Virtual的 什麼hypertran 反正它有個有沒有 專利就是VT的 那那個VT在BIOS要打開 我試過 真的比較快 啪 就打開了 但是因為我們這邊電腦 我不確定有沒有 所以 這個部分如果將來有的話 我們再來Try好了 如果沒有的話 暫時先用這個 開起來之後的話看一下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長得就像這樣 那你這個時候呢 你的Virtual Device Manager 可以關掉了 然後呢 就讓它跑 理論上是20秒 要看電腦的等級 還要看RAM的 速度 速度啦 所以 OK那沒關係 反正你下一次上課的話 記得 Eclipse 422 再來就是 SDK 再來就是模擬器 三個地方 每次上課都一樣 先Radier 就可以開始 做點事情 OK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開起來了 好 那實際上它就是一支手機啦 那 2.33就已經這麼久了 如果你用4.22的話 那會更久 會更久 所以這個有點麻煩一點 除非說你買那個高階的 電腦啦 不然第二個就是說 你要用 X86的模擬器 卻會快很多 這個我有試過是OK 沒問題 但是我不確定 我們這邊環境 是否OK 之後如果有OK 那我就 再教各位怎麼去設 OK 試試看好了 總共會有三個 第一個 Eclipse 422 SD 謝謝